暑期我去四川一个寺院做佛像 在这之前 我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在国外留学的佛友 他也放暑了 现在听说我在寺院做佛像 也要来跟我做 起初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罢了 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飞过来了 我们可刚刚认识一个月啊 他又是个女孩 真没想到他会这么信得过我 一到寺院 他就对当家师说要皈依 师父觉得太突然 他却说 他学佛有半年多了 早就想皈依 但是在国外一直没有这个机缘 于是 师父说皈依是大事 让我们都先互相了解了解的再说 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 师父很郑重的对他说 你可以皈依我 师父也没避讳 继续说 我昨晚打坐关了一下 你前世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 我前世是一个衣衫蓝礼的 像个乞丐一样的邋遢僧人 你当时因为看我可怜 就不失给我些财物 所以我们今生有这个缘分 一听这个 我们的眼镜都瞪圆了 没想到这个师父年纪不大 竟然都有这功夫了 能知道因果 这时我才明白 他当初能因为我的一句话 就千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 这不是无缘无故的 师父继续道 我出家以来 有很多人要皈依我 但是我都没收 因为你要皈依 所以我就关了一下 既然有这个缘分 我就收你做皈依弟子吧 说来也巧 再过两天就是观音菩萨成道日 于是 就在那个法会上 师父给他受了皈依 法名妙月 于是 大家都叫他月儿 月儿在寺院 每天晚上都要聊微信聊到很晚 白天的时候也经常是心不在焉 若有所思的样子 大家慢慢熟悉了 终于有一天 他说出了心事 原来他正在微信上台一个男朋友 两个人经常吵架 月儿作为一个女孩 竟然还要哄着对方 他就问师父 他俩到底能不能成 师父当时没有回答他 第二天 却十分肯定地告诉月儿 他有女朋友 月儿听了 犹如遭到晴天披育一般 待了半上 毕竟已经跟他谈了有半年了 要因为师父的一句话就放弃 他还有点不甘心 于是 月儿又找了一个精通周易的人 让他算一算 没想到 算得的结果跟师父说的一样 而且 算命是还告诉他 如果再发展下去 他会因为这个男人而疯掉 就这样 月儿终于决定放弃了 接下来 他就缠着师父 让师父帮他看看婚姻 师父说你淘花太多 婚姻不好 必须得好好修行了 我就偷偷问他 你到底处过多少对象啊 月儿淡淡地道 你十个手指透数地过来 哇 这么多 又让师父说中了 看来不是巧合 这师父是真有功夫啊 仔细想一想 月儿不但因为这位师父而避免了一场桃花节 而且 今生的命运都会因此而改变 因为在这样高明的师父的指导下 他今生定会逢凶化吉 遇难成想的 而究其根源 这都是因为他前世的一面慈悲 不失了一个贫苦的僧人所致 看来 一切都有其冥冥中的注定啊 因果通三世 这下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 有这样的案例摆在面前 以后敢不努力行善吗 而且 佛在经中说 不失十个个人不如不失一个善人 不失一百个善人 不如不失一个受持五戒的居士 不失一千个五戒居士 不如供养一个出家人 想想看 月儿当年若不是不是一个僧人 而是不是一个乞丐 他如今恐怕也不会有机会摆脱这个桃花节 正是一位当年的邋遢僧人 而今成了一位有道的高僧 这才使他度过这个危机 所以 真是三宝门中复好修 一文吸收万文收 所以我们佛弟子 了解了这个公案 以后定要努力护持三宝 未来的果报 不可思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